师生打水战庆祝毕业典礼 可以说是妙闲幼稚园30多年的传统 在园长汪美莲的安排下 今天小小的毕业生们拿起水桶与水球相互的泼洒 现场尖叫声不断 虽然全身都湿透了 但是孩子们都十分的开心 妙闲幼稚园为了延续传统 同时也让小朋友留下难忘的回忆 对面来以泼水的方式来庆祝大班小朋友们的毕业 今天的泼水活动在十三四前广场举行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孩子们拿起水球叙事代发 直接没有小朋友拿着水球 拼命的向同学以及老师砸去 现场校舍以及尖叫声则是好不尽断 而在旁边的中班以及小班的小学弟们 则是以羡慕的眼光为学姐们加油打气 原则外员表示 这项水洗毕业生的拨水活动 已经延续三十多个年头 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们对于妙闲的快乐时光 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们每一年都是有水洗毕业生 那刚好今年有疫情 我们就本来取消了 可是家长小朋友很期待 我们知道刚好疫情解放了 我们就开始公布 小朋友就好高兴好高兴 因为我们顺便用水洗毕业生 也让一些疾病全部消除 让我们第一身都会平安健康的早上 虽然全身被淋湿 但是小朋友觉得很好玩 老是在活动结束之后 也立刻为小朋友们换上干净的衣服 在这炎热的天气 透过拨水活动 也让小朋友们请两下 记得继续花生辣 小朋友们